所以台湾依照是一个岛嘛 现在美方有非常多专家 每天都在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 现在呢除了真的正面对决之外 争取时间还有另外一招 这个是美国海军研究所 他有一篇论文 是一个海军忠孝写的 他建议说如果美中 因为美中一开战当然涉及台海的关系 他说呢 先把北京逼上谈判桌 包括两个方式 毒死海军 毒死经济 另外一个专家说 布水雷 但是布在哪里 一个一个讲 请教于将军 怎么样毒死中国的海军跟经济 就能逼上谈判桌吗 我跟大家讲 这个这位是一个美国的海军退伍的忠孝 他得到了水雷论文的一等奖 因为大家知道水雷跟鱼雷有什么不一样 水雷是放在那边等船来撞 鱼雷是丢下去 他会游泳去抓敌人 所以鱼雷是攻击性 水雷是防御性 这两个不一样 可是他里面讲到了 他要把水雷变成攻击性布雷 攻击性布雷 攻击性布雷 水雷又不会游泳 水雷只会飘 水雷不会游泳 不像鱼雷会去追 水雷就是飘 那飘怎么攻击呢 那就布雷 所以他里面攻击性布雷 以前的布雷就是用船 或是用水兵去放 他的布雷是用飞机去丢 飞机可以直接把雷丢下去之后 他的雷沉到水面以下500公尺 然后就开始睡觉 那个雷就睡觉 那平常的船只在上面游 他不会起来 他设定好声纳 设定好转速 多少顿的军舰 他才会浮上来 所以就变成攻击性水雷 而且丢在哪里 丢在你港口的外面 我等于是把你的港口给封起来 所以你看包含了珠江 包含了黄海 这几个地方我把你封起来 当你的解放军的军舰再强 你的船只再多 你出不了港 那不是零分吗 是啊 船只无法出港 就跟飞机不能起飞一样 那战力是零 所以他的做法说 要让这个共军解放军 不能够侵犯台湾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它封在里面出不来 那怎么封 谁去挂铃铛吗 那个猫咪会咬老鼠 老鼠说 金金你去把猫咪的脖子上挂个铃铛 那个猫咪来了 我们就知道了 谁敢去 他就说我告诉你怎么做 飞行空中步雷 美军有这个技术 我在空中从飞机向头下 跟下水角一样 下去 那个雷会自动沉入水底500公尺 就在那边沉睡待命 等到你有军舰出来的时候 你一般的商船 它不会浮起来 你有军舰它就浮出来 那你军舰炸完一骚 你的港就不敢出来了 就有这个防御 他就说攻击性步雷 无人潜舰也可以步雷 无人潜舰 其实无人潜舰的步雷的方式 还容易被侦查到 因为你要进入它的海域 最好的方式就是飞行 我的飞行直接空中步雷 只有美国做得到 现在全世界 只有美国可以做空中步水雷 那这个无人潜舰 只是一个侦查 就是说我要去看看 我空中步雷的雷到定位没有 那到了定位 我会把说每一个坐标的方位的位置 回报给这个潜舰 然后潜舰还有一个方式 它可以随时修改那个雷的感应参数 就是如果今天解放军 它本来是用军舰 所以我水雷设定都是军舰的参数 我才会浮上来 可是今天如果你改用滚装货轮 改用渔船来运兵 那我可以透过无人的潜舰 来修订这些智慧水雷 它的参数 就是只要是这种无人 这种的滚装货轮 这种的渔船 我就要浮上来 所以说这种步雷 是一种智慧型的攻击步雷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美国肯卖给我们海军 我告诉你多少钱都要买 真的 但是攻击新步雷 扯到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因为国民党攻击性步雷 有扯到水域的问题 所以刚刚这个专家讲说 要在黄海跟珠江三角洲 执行攻击性步雷 把中国的船 比如说堵起来 但是这个要步在哪里 怎么步呢 Mega在哪里 这个你要用特工人员去步 特工 特工就是我是像挖人 或是两栖 很难 这个非常难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在你无法察觉的时候 我丢下去 所以那你看现在美国的 包含了这个E2P 各种侦察机 都可以沿着中国的沿海这样飞 所以它要步雷 一点问题都没有 绝对可以 那但是就强调 所以为什么中国要讲说 没有你不可以来 因为台湾海峡是我的 我的水域 为什么 就是怕这个嘛 就是怕这个 如果我是开放海域 开放的水域 那平常我无害 但是如果你要侵略台湾的时候 我就可以有所作为 那有所作为 他们无法防啊 所以知道一个办法就是说 你们要进到我的水域 要经过我同意 这不再是公开的公共水域 你要进来 经过中国同意 中国不同意就不能来 那开始我要讲一个 它的谬误 有很多人说 没有啦 其实中国这样讲 是没有违反宪章 我告诉你 为什么 我说中国简直是土匪 而且违反宪章 土匪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我们在对岸 有没有国土 有哦 宪门 宪法上规定是有 没有不是宪法 现在就有 金门 马祖 东影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土 那金门 马祖 东影 到台湾之间的水域 应该是属于我的 对不对 那请问 中国你在台湾沿海有国土吗 我告诉你 一粒沙都没有 台湾的沿海 一粒沙都不属于中国解放军 也不属于习近平 都跟你无关 但是反而是我们在厦门 在闽江 在连江有我们的国土哦 金门 马祖 东影 那金门 马祖 东影 到台湾中间这个水域 就算是内海 是我中华民国的内海 不是你们解放军的内海 你们搞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是开放给国际 让大家走 为什么 我们民主国家 我们不专制 我们不是流氓嘛 我们开放 中华民国都愿意开放了 你解放军在叫什么 你中国在叫什么 居然还有人去应贺 这是笑话 对不对 我就要问你解放军 请问你在我们台湾沿海 有一粒沙是你的吗 告诉你 都没有 你在厦门湾的 厦门口的这个金门 是不是我的 我的 连江的 马祖是不是我的 我的 东影是不是我的 我的 所以说东影 马祖到金门 之间的水域 就算是内海 是中华民国的内海 不是你的内海 所以不要再吃我豆腐了 那中华民国是宽容 是自由的 我们开放给国际来走 就跟日本的这个金剑海峡一样 这才叫民主国家 所以别再拗了 他们是因为害怕胆怯 怕人家做这件事情 才赶快说 这水域是我们的 不要再硬喝他了 再硬喝他就跟那个说 中华民国的国军 撑不过一百天一样 我是觉得非常愤怒 因为你没有从事过训练 你不知道真相 从事过训练 从真相的人就知道 渡海作战没那么容易 况且别忘了中华民国是全世界密度第二的刺猬岛 你来看看 对不对 真的不要轻易把解放军的生命当成儿戏 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但是讲到这个水域 这个是美国的说法 跟他这一次在回应北京 所谓台湾海峡 是他们的内海 美军的海军指挥官 海战法准则里面就有写 在国际海峡的公海部分 或是两岸领海所构成的国际海峡当中 在不妨害 就是所有的国外船只航行的潜艇之下 承认这些沿岸国是可以布可控性的水雷 所以这个可控性的水雷 跟攻击性的水雷有什么不一样 是同一个东西吗 可控性就是智慧水雷 就是智慧水雷 它不会对所有船只产生 所以是可以布的就对了 我不会对所有船只产生威胁 你的商船客轮滚装货轮 我乘在下面睡觉 那可是你出来是航母 出来是潜舰 出来的是055的攻击舰 它就浮上来了 所以这叫做可控制水雷 什么叫不可控制水雷 就放到水里到处飘 随着潮汐到处飘 我捕鱼的渔船也炸 我游轮也炸 我什么都炸 那就变成恐怖分子了 这叫可控制水雷 它是可以减少损害发生的 对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余将军刚刚讲得很清楚 没有伊丽莎是对岸的 就算叫做内海 也是中华民国的内海